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來到英國者邊市 一起來看看這個星期的英國重點新聞 公黨在上星期日至星期三 在利物浦舉行每年一度的黨員大會 首相兼黨領袖司己言致詞 表明不會給假希望人民 國家復興工程必須有所取捨 短期內的艱難是為了長遠正確發展 對於停止退休人士的冬天燃料費津貼 備受各方甚至被黨內通過不信任動議 司己言說明白大家的憂慮 但公共財政確實有個220億英鎊的洞要填 若條路是受歡迎或者容易走的就早就走了 他在近一個小時的演說中曾經失言 提到耳疤衝突時不將釋放人質 讀了香腸 在黨員大會上財相李韻程確認 會任命一位獨立新冠貪腐調查專員 就保守黨政府在疫情期間 批出超過6億英鎊相關合約的時候 有沒有施傷授受的情況 令保守黨大額支持者或者好有得益 懷疑有詐騙成份的合約 包括一間大麻研究機構 和批3300萬英鎊購買保護裝備 以及有完全和醫療無關的公司 以2億英鎊為政府購買不合格的保護衣 雖然上任保守黨政府建議不要追究 但李韻程說不會放棄 向受益機構和個人追討合約金額 另一方面 越來越多工黨的領導層被指其身不正 除了司紀賢夫婦接受免費服裝外 副首相韋雅蘭 財相李韻程都承認曾經得到 3550英鎊和7500英鎊的服裝支助金 雖然他們都有申報並沒有犯規 但在壓力下 他們三個集體宣布以後 不會再接受指定用來自裝的捐款 不過在同一時間 韋雅蘭又被人揭發用公帑 聘請年薪達6萬8千英鎊的專人攝影師 事實上他在2021年 曾經在網上猛烈批評時任首相約翰遜 為個人虛榮而花費公帑 聘用政府攝影師 英國駕駛標準局DVSA警告 有騙徒以他們的名義 透過電話向車主發出短訊 說他們有違例泊車罰款未交 若不在限期內 檢入短訊裡的連結交錢 有可能會被禁止駕駛 增加罰款 甚至要上法庭應訊 騙徒還很勤力 之後還會發出多條提示的短訊 警告車主已經到了交款的期限 若不遵守 有可能會被檢控 還說如果今天還不交錢 會在翌日開始 會不讓車在路上行駛 DVSA強調他們不負責處理違例泊車 若有人因為點入短訊裡的連結 而有金錢損失或被黑客入侵 就要打電話舉報 在蘇格蘭的人就應該打101報警 另外10月7日預計英國會實施新規定 要求支付和收款銀行共同承擔支付騙案受害人 最高達到8.5萬英鎊的賠償 但英國匯豐銀行就認為 新規定並不能阻止騙案發生 應該要科技公司和網上平台等 同樣負擔賠償的責任 這樣才會令他們有動力去搗截 在產品出現的詐騙信息 現時英國政府只是要求科技界 致願簽署沒有約束力的約章 加強措施過濾騙案資訊 英國上年一共有超過23萬宗舉報 有關授權支付 authorize the push the payment 的騙案 涉及金額接近4.6億英鎊 國民保健署NHS為了開源新增收費項目 令可以負擔的病人 可以快些得到診斷或治療 計劃還有酒店級別的單人套房 預計一年內就可以增加23%的收入 以倫敦五間頂尖公立醫院計 預計每年可以增加近2億英鎊收入 而約以全國計算 到2025至2026年收入可達10億英鎊 相等於NHS現在每年超過20億英鎊赤字的一半 提供的升級服務 包括每晚205英鎊的單人套房 內設大螢幕電視 以及提供生果欄 每日報紙等等私家醫院級別的服務 據現時規定NHS醫院提供私家服務 收費可以佔全部收入的49% 但實際上大部分醫院私家服務的收費 只佔全部收入少於一成 有專家指 雖然有部分病人買了醫療保險 但外於私家醫療機構數目很少 而且大部分都是集中做簡單手術 例如白內障、換骨或膝關節 而比較複雜的病症例如癌症、心臟病 以及心切治療等 都只能去NHS醫院排隊享用免費服務 間接令公共醫療去支助保險包含的服務 國家氣象局MAT Office再次發出黃色暴雨警告 只除了西北部之外 大部分英格蘭和威爾斯都會受到暴雨影響 部分地區例如英格蘭北部的濱零山脈Pennice 以及北約黑沼澤North York Moors 降雨量可以達到100毫米 即是一個月的雨量 環保署亦發出多宗水浸警告 上個週末的暴雨已經釀成廣泛水浸 受影響的包括住宅、農田、河道兩旁 以及主要的道路和鐵路 連倫敦溫布頓足球場 亦因為附近的河流缺堤 引致大面積地嵌而要封閉 我們先休息一休 觀眾早前去了蘇格蘭的Forth Road Beach 參觀古董巴士游 是否覺得這個巴士很面善呢? 很親切呢? 星期二 全國多達19個火車站的WiFi系統 受黑客入侵 受影響車站包括倫敦、尤斯頓、 Euston、 曼城、皮卡迪利、Piccadeli、 利物浦、萊姆街、Lime Street 以及白明漢新街等等 以上車站的WiFi系統 全部由Network Rail公司管理 當使用者使用車站WiFi嘗試上網 並不會去到登入頁面 而是會轉到一個題為 歐洲我們愛你的網頁 當中包含返回教信息 以及幾次在英國發生恐怖襲擊案件的詳情 包括2017年曼城演唱會爆炸案 事件共22人死亡 與100人受傷 各地警方在過去12個月充公近1000架 非法改裝的電動單車 比起上一年的511架多了近一倍 當局歸咎改裝費用便宜 最低只需300英鎊 其中檢獲的一架單車最高時速可以超過70英里 即時速達到112公里 單車的咪標準顯示 行超過6000英里 按照英國法例規定 電動單車的摩打在車速達到15.5英里時 就要停止運行 警方發言人說 他們見過改裝的單車最重達到50公斤 加上單車高速行駛 令行人安全受到更大的威脅 嚴重的可以造成死亡 他們說使用這些改裝車 除了是代步 很多都是送餐 甚至是用來搶電話的工具 除了超速 有些改裝車的電壓達到500瓦特 是法例容許的兩倍 加上使用磨損嚴重的車輪 行車路上更添危險 高檔百貨公司哈羅德 Harris 前老闆 已故埃及籍商人法爺之 Mohemmick Al-Fayed 被5名女士指控強姦 之後更有超過150名華裔受害人 聯絡律師尋求法律意見 有報章揭露當局曾在2009及2015年分別收到舉報 但最終認為無實際可能達至有罪判決 而放棄起訴 有百貨公司前僱員向電台說 曾被邀請入法爺之辦公室 被他石額頭後被打上300英鎊 法爺之曾經抓住他的手說要做他男朋友 但當前僱員向男性上吸投訴時 對方只是叫他不要放在心上 說法爺之就是這樣的人 哈羅德內部消息透露 公司管理層去年處理投訴 與某些受害人達成和解協議 上週英國廣播公司BBC 播出有關專題後 哈羅德發言人回應 指去年有新資料顯示 法爺之多年來的性侵指控 公司為了避免受害人面對擁場的法律程序 所以盡快以和解方式解決 法爺之在去年以94歲高齡去世 而他的大兒子多迪Dody 是已故皇妃戴安娜男友 兩人1997年在法國 為了避開狗仔隊撞車身亡 有沒有想過買了城堡做主人 在蘇格蘭的Sultanate 一在20世紀初建成的城堡 8年內第4次出售 19間房加上29公頃土地 即叫價500萬英鎊 現在的主人是一位64歲的大律師 他說出售的原因是在高地鄉郊 不能接受他作為變性人的身份加入社區 他兩年前買入 只是為了要防止城堡變成退換敗額 現在維修已經完成 他的歷史任務也已經完結 是時候將他交給當地視為正常的人 他也可以回到倫敦 重拾律師的業務 這座擁有山頂無敵開放景觀的城堡 在二戰時收容挪威的王族 在1945至2005年 60年來改為青年女社 傳說還說城堡裡面 有一隻叫Betty的女鬼陪會 最後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電影《千雨千尋》裡面 千尋和無念男坐海上列車那一幕呢 觀眾就帶我們去英國東南部海邊小鎮 Soul Van On Sea 坐下英國版的海上列車 還有很漂亮的日落 如果住在英國的朋友 有什麼地方想和我們分享 可以拍下影片傳來這個電郵 今集英國這編事講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Like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又可以分享我們的影片 又或者以年訂或月訂 綠豆Patreon幫助我們營運